今天我們在Lowfield買了一塊豬肉 你看看,比例是多大 8厘8至1磅 低處未算低,打算挑戰這塊豬肉 打算上半部,近豬皮這個位置 會用來做燒肉 下面剩餘的肉,用來煮湯也不錯 肉煮完湯一樣是很軟的 吃得到,不是柴皮的 所以這塊豬肉有分兩種吃法 豬肉到底有多重呢? 足足有4.7公斤 整塊肉都是9.13 因為未能吃的東西,是要回家烹調 所以就不用碎 好了 分開幾塊肉,我們會想多一個做法 暫時決定這塊用來做叉燒 這塊用來煮湯 這塊用來做燒肉 我們的F5沒有那麼大,可能要材細一點 今天又玩做燒肉 燒肉大家做得多 但我今天因為豬肉多了一層豬皮 我們嘗試把豬皮都放進去 豬皮很喜歡吃得很脆 我現在這塊豬皮割出來 到底可不可以一用這麼脆脆呢? 豬皮就燒了出來 因為明知它一定收縮 所以就用竹籤把它撐住 撐好骨架 它都仍然縮縮 沒有辦法 如果不用骨架撐住 可能縮得更誇張 應該是脆的 現在還有一塊燒肉在焗 這條魚是昨天釣回來的 今天用薑蔥蒸 現在用薑蔥蒸 看起來也不錯 這塊燒肉的成本是3元 再加上昨天釣的巴士 自己釣的魚 自己釣的燒肉 再加上蝦醬炒菜 遲些就自己種菜